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主要是想帶大家夜遊心齋橋 不過在逛街之前想介紹一間在去年疫情期間新開的拉麵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間人氣拉麵店呢? 我們之前也曾經介紹過 我先簡稱這間店叫做人類麵類 它是一間位於新大阪附近 經常要排至少一個小時才吃到的拉麵店 而且排隊那些全部都是當地人 而今天要介紹的這間店就是人類麵類在深齋橋船場新開的加盟店 這間店叫做拉麵大戰爭 食譜就跟人類麵類不相同 不過也是主打豉油拉麵 一進到店舖就叫做一些麻煙痛撞食 嘩 什麼事? 有一點影響食慾 不過我都不要理太多了 重點是進來吃東西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拉麵吃吧 這間拉麵店一共有四款口味 由於menu沒有中文的關係 我就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款是關西豉油拉麵 是這間店的代表拉麵 湯底是用了雞殼和乾拌牛制而成 第二款是大魚醬油拉麵 簡單來說就是堅魚醬油拉麵 第三款是無汁醬油拉麵 即是第一款拉麵的無湯版 上面寫著加勒會更加好吃 第四款是小魚醬油拉麵 是一些小魚缸在過濾了清水中連夜浸泡而牛腥的湯汁 更加能夠提出鮮味 店員說第一次吃的話 頭兩款就比較推薦 所以我們就點了頭兩款 這裡可以免費額外交多半個麵底 另外叉燒的數量都是隨喜好而點 點一塊和點五塊價錢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是點五塊啦 我點的麵終於來了 這個就是第一款的關西醬油拉麵 看上去閃閃發光 叉燒掛在碗邊也挺特別的 馬上試試看 這裡的麵跟人類麵類的麵一樣 都是自家製 口感爽滑有彈性 豉油湯的口味是甜甜的 很清澈 不會死鹹 就這樣喝也沒問題 我不客氣啦 而我這個是第二款的大魚醬油拉麵 口味算是比較清淡一些 有好香的鮮魚味 湯的顏色比剛才第一款淡一點 如果覺得日本拉麵太油膩太鹹的朋友 這個口味就應該適合你們了 不可以不說就是溫泉蛋非常好吃 好入味 一咬進去 雞蛋都流出來 非常流心 一碗拉麵的麵條份量不太多 男生吃可能不夠 這個時候當然要加麵底 我那份麵底也被人吃了 整體來說 這間拉麵店算是很好吃 它在Google上的評分也很高 但人類麵類那塊又大又厚切的叉燒實在太吸引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給得上 所以要排長龍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開關之後大家都快點來試試 吃完之後我們馬上去 心齋橋Paco百貨公司走走 每次過馬路都會留意到 關西的人其實跟香港人一樣 紅綠燈都未轉 已經成班人衝出去趕著過馬路 之前上學的阿Sir說 關西人就是這樣的 關東人就會比較有耐性 真的會等到綠燈才過 不知道是不是真具呢 馬上去查看 馬上去查看 來到之前新開的Paco 今次主要是想來6樓卡通人物賣店的一層看看 自從2020年新開張之後 都沒有認真地走過這裡 這裡售賣總共超過10種卡通人物角色商品 例如龍貓 立筆小新 Miphy 角落生物 鬆弛紅 Snoopy等等 還有超人 嘩!你踩這裡多大隻龍貓 還會擔傘很可愛 龍貓什麼時候多了那麼多不同顏色 印象中好像沒有那麼多顏色 難道是那些朋友 白色這隻我看過 嘩!好大隻貓巴士 後面還載著很多人 不過那些人物都不適合 嘩!嘩!看看這隻 大食怪變成吃錢 不是吃東西 嘩!為什麼牠是拿著青蛙 太久沒看我都忘記了 沒記錯牠在故事裡面吃了青蛙 最後捏回牠出來 你看看這個 吃魚 吃得多開胃 不是吃錢才對 大家好!我是野元講志 還有我的兒子 豬仔 這隻豬叫什麼名字? 牠叫做不利不利左衛門 試試劇場版才出來 你看這裡 豬仔銀包也有 小白銀包也有 還有屁股銀包啊 咦!這是誰來的? BB小新 這樣也不明白 嘩!這裡的東西這麼脆 又有耳朵 又有眼罩 嘩!這個納筆小新眼罩特別有趣 嘩!嘩!嘩!別想看小新 嘩!這邊還有Miffy看 嘩!你看好正啊 簡直是女仔的天堂 其實我也有點喜歡Miffy 嘩!Miffy行李箱很漂亮 看看多少錢 嘩!原來這麼貴 這裡有些循環再用Miffy口罩 其實循環再用口罩行不行啊 你包在一個普通口罩上用就行 嘩!你又有道理 嘩!這隻公仔 令我想起很多年前麥當勞的Halo Kitty公仔 結婚那些 是啊!我也有啊! 嘩!這手機殼好可愛啊! 好想因為這手機殼 換上一部手機 這裡還有很多Miffy杯 每個人都很漂亮啊!買哪個好呢? 這隻Miffy公仔是這間店的限定版 難怪一支特別漂亮啊! 只剩下兩隻而已 是座鹿啊!我審慕很喜歡她的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都喜歡呢? 走到旁邊的店 來到我媽最喜歡的Snoopy啦! 嘩!很多杯啊! 每個都這麼漂亮啊! 買一隻給媽媽吧! 嘩!這些女生應該很喜歡啊! 這個可以做一個迷你Pancake 下面這部呢就是飛碟機 這裡還有不同款的機器啊! 嘩!這個Snoopy五盤六色的 是不是中了毒啊! 這幾件Snoopy 這個Style都很適合你啊! 要不要買一件啊! 買的話很多件都想要啊! 但是每件都要二三千日圓 沒有幾萬日圓都落不到樓啊! 又到我最喜歡的角落生脈 看看小小隻多可愛! 你看這裡多小小屋子 之前晚上來被倉鼠用啊! 他們都幾喜歡的啊! 冬天的時候躲進去暖粒粒 最初就會不斷咬的 不過久了之後可能覺得舒服吧! 就會自己進去睡覺 還買過一張梳化仔給他們啊! 不過他們就不會欣賞了! 洗澡用的擦身海綿也有啊! 對不對?買回家吧! 看他白雪雪的啊! 那就洗到他黑了! 喂!這邊還有洗衣袋啊! 怎麼捨得用啊! 這個呢!就用來擦髒衣的! 啊!這麼有趣! 怎麼捨得用來擦臭東西啊! 咦!又是Pancake機啊! 用這部機來做給小朋友吃一定很開心啊! 加濕器都這麼多角落生物在裡面 嘩!還有六千多日圓啊! 這隻青蛙這麼醜是什麼名堂啊! 那兩點是不是鼻孔來的? 這隻是不是炸雞啊! 這隻炸雞有趣很多啊! 他看著我啊! 看完角落生物旁邊就是松翅雄啦! 又是加濕器! 又是同一個價六千多日圓! 用不用啊! 我還記得我中學的時候 很多女生都喜歡這隻東西的! 走過那些什麼潮流特區 都很多地方有賣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人喜歡呢! 嘩!大家看看!超人啊! 嘩!我不想看啊! 可不可以看其他啊! 你懂什麼啊! 童年回憶來的嘛! 你不想看! 大班人想看啊! 咦!看看這隻東西! 大家有沒有人懂啊! 快手貝斯卡! 嘩!還記得當時看川仁迪加 曾經見過他出場啊! 之後就到哥斯拉鋪了! 你看看門口多大的 哥斯拉鋪歡迎我們! 嘩!他媽的他大口啊! 過來過來! 哥斯拉鮑利! 拿到你跳舞! 嘩!這麼噁心啊! 誰穿啊這些? 如果在草堂見到別人穿這些 我覺得他像黑社會多一點 嘩!還有很多不同的花款 讓你選擇啊! 又買了這麼噁心的東西! 吃飯的時候看到哥斯拉也不開胃啦! 嚇到小朋友啊! 怎麼歧視哥斯拉啊! 你看看他的筷子的設計多好! 懂得自己站的! 嘩!你看這個! 挺有創意! 不過不知道換紙巾是怎麼換的呢? 一盒的應該放不進去吧! 嘩!大家看看這一雙哥斯拉牌! 我就不懂了! 我想我舅舅來這裡一定能不能走啊! 接著這間就是CAPCOM商店啊! 相信大家喜歡打遊戲的應該不會不懂他啦! 阿龍的真星龍拳啊! 當然不少得Monster Hunter的精品啦! 嘩!怪獸出得越來越新了! 新到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一見到他們呢! 就想起以前打他們的痛苦經歷! 洛克人EXC啊!有沒有人懂啊! 後面那個是… Broadman Zero? 最原始的街頭霸王角色實體化 對比現在的畫面呢! 真是天淵之別! 還有些畫風比較奇特的街頭霸王精品 啊!不對!是3才對! 有沒有人喜歡呢! 恐怖遊戲生化危機 相信沒玩過他的遊戲都應該看過他的影片吧! 喂!走到百貨公司都關門了! 現在我們唯有逛街啦! 不過很多店鋪都關了啦! 前面這個牌子的衣服都挺漂亮的! 不過有少少鬼! 但是現在正在做特教喔! 現在是9點的道頓忽橋下面 一個人都沒有啊! 今天其實只有兩三度而已! 真的很冷啊! 所以呢!其實沒什麼人會在這條橋那裡散步啊! 吹水那樣! 尤其是對比我們上次拍的那集呢! 萬聖節那集呢! 這裡有很多很多人! 今天就很冷清! 真的! 只能看到除了垃圾和我們之外! 好像這樣說的有點奇怪! 也沒有其他東西在這裡! 大家能看到這裡有一間香港飯店嗎? 不要被他騙了喔! 他不是真的一間香港飯店! 他其實是韓國的一間連鎖的吃中華料理的店 裡面通常有那個... 中文應該是一些海鮮的辣麵 還有吃糖醋肉啊!炸醬麵那些 所以其實他跟香港是完全不想任何關係 咦!怎麼沒開的? 那是倒閉還是臨時休業呢? 小營業中的!應該有開! 嚇死我以為倒閉 這麼大的Dunky竟然不開店 他轉了入口 好像說 轉了跟摩天輪的入口 在一起 現在這裡就變得非常闊 一個旅客也沒有 因為... 之前呢 李親也是韓國人和大陸人 即是迫到... 我們從Dunky另一邊門出來這條街 就開始... 這條街 有一些無料案內鎖 有一些... 是不是叫南公關啊? 那些... 那些... 南公關再加女公關 對啦! 就站在街上這樣 在那裡聊你 一起玩啊! 喝酒啊! 有很多東西吃啊! 有很多東西吃啊! 然後寶貝 都得到 現在平日幾點?10點未? 現在回到9點4點 街上也算多人 不過其實是多漏人喝酒的人 多數人出來不是下班 就是吃東西回家的狀態 經過的感覺 手上課 經常有些朋友問我們來大阪去哪裡買手信 很多百貨公司那些又看不合 其實應該要來這些地方 沒有人的 哇!蟹放題 現在看到價錢 上次我還記得在北海道好像9000日圓一個人放題 好像有點僥倖沒有吃 我們下次找機會試試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間炸串? 這個是關西新世界元祖炸串 我們在新大阪吃過超貴 不過又不是不好吃的我覺得OK 不過貴得又不飽 而且很熱氣 大喜水產 其實我覺得這間雖然是遊客吃出名 但是我們吃完之後都覺得OK 都不是特別難吃 而且又是便宜的 原來有開 金龍拉麵 之前不是個個都說金龍拉麵難吃的 但我們吃完一次之後覺得 可能本身本著這個很難吃的心態去吃呢 我覺得又OK 普通 是嗎?我也是覺得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不會難吃嗎?一般的 一般的 不會想再給錢特地去吃那一隻 這間既然水產 那些人又說是福利的 騙遊客的錢 這間雞翼呢 有些朋友仔和我舅父都說 如果來了這裡一定要吃 我好像來了這裡住了這麼久 一次都沒吃過 之前吃過這間神座 又吃過旁邊這間 應該對面這間一蘭 我覺得是一蘭比較好吃 這個神座拉麵真的沒什麼特別 不過一蘭現在開始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份量少了 吃不飽 在香港吃都是吃不飽的 還要九十幾塊碗 現在不知道多少錢一碗 咦 這間不是我們之前 吃過那間很普通的那間 看上去很多叉燒好像很吸引 但吃下去真的很普通的那間 是啊 這間 一碗很大碗 全部都是肉 但味道極之普通 大阪的豬骨拉麵 起源於此點 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有什麼特別 哪個白露電視在這裡 為什麼要裝在這裡 那就是說應該有機會是以前 有人打爆那部機 所以弄一個鏡頭 監視著一些人買東西 我覺得有沒有道理 好了 那我們走夜街街 就走到這裡了 店舖全部都三十七七八八了 現在後面那個顧力果 還關燈了 好冷 我們快快點回去洗個澡 然後睡個好覺 下集見 Bye 我們快點 好 我們快點 找我們 カッション 我們快點 來 吃 快點 快點 �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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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